中越跨国铁路正式启动 全部采用中国标准 越南大量廉价稀土运往中国 网友感叹道 美国什么时候才能醒悟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的铁路建设能力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些年我们拿下了不少的外国订单 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识到了中国基建的强悍实力 而就在我们不断变好的同时 美国却十分担心着我们的发展 甚至多次主动找上与我们原本敲定合作的企业 想要阻止我们与其合作 可谓适度寄心满满 但是这次美国要是与愿违了 越南这次主动寻求我们进行合作 星铁路还将采用中国标准 与我们进行更深层次合作 但是近日消息传来 中越跨国铁路正式启动 全部采用中国标准 近段时间 中国和越南的贸易合作变得愈加频繁 但是在贸易运输的过程中 铁路的问题总是困扰着越南 之前越南一直采用的规矩为1000毫米的铁轨 而中国的铁轨轨距则是1435毫米的 铁轨的不同导致了货物运输的过程中不能直来直往 需要中途变换轨道导致了运行效率偏低 而随着中越贸易之间的不断增加 铁路的问题已然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此 越南表示决定与中国进行铁路方面的新合作 将连通中国的铁路改修为规矩为1435毫米的铁轨 以此来实现货物运输的方便和快捷 越南为我们的邻国之一 中越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 只是越南在对华问题上有自己的算盘 一直奉行所谓的竹子外交 主要是妄想在大国竞争中捞取好处 自然也啥好果子吃 比如铁路建设问题 越南想建立新的铁路系统 一度不想与中国合作 找每日合作 可惜赚了半天 又不得不找上我们了 越南既想从对华友好中获利 要求关系进一步加强 又想讨好西方 避免对华关系过境 在铁路上寻求西方合作就是经典的例子 只是西方亚根不想理越南 后果就是谁也不想出手 越南自己还不行 亚根没有自行进行大规模基建的条件 还有一个新麻烦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亚洲第一大经济体 越南不加强对华关系 也只能让自己边缘化 越南想要发展铁路网 地理条件上就离不开中国 我们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基建能力 也拥有足够的投资意愿 越南的铁路建设与投资 对于我们压根不算难事 也是越南方面唯一可选择的合作对象 西方阵营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的意愿 进行基建建设的能力也严重不足 美国或日本可能向越南借款 但是附加条件绝对不会简单 至于帮助越南修铁路基本不可能了 日本成建的胡志明市地铁线 十一年还没修完 最终还是终起帮忙收的尾 就这样的基建能力 还说建造穿越越南的大铁路 更不可能了 越南原本想自己坚持搞下去 可是依然不行 在绷不住后 为了避免边缘化 越南只能升级中越关系 在铁路问题上走了回头路 现在越南谋求与中国共建三条标轨铁路 还提出更多合作要求 卢国抱着合作的心态 越南做得相当完美 对此中方也没有小气了 虽然以前被阻挠了合作 但是没有计较了 中方及时回礼了 是答应三条铁路合作 而且三条中国标准铁路还不够 越南主动靠拢 看出了其他要求 也因此 最终中越签署包括铁路 投资 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新协议 根据中越联合声明 中方同意为越南制定相关地区标准规 铁路项目做规划和支持 为越南制定亮山 河内 芒街 夏龙 海防标准规铁路项目规划 和老街 河内到海防标准规铁路项目 可言报告提供支持 推动中越有一关 有益 浮寨 新清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试点建设 这次越方态度积极 中方及时回应 越南想要的援助承诺 中方痛快给了 这将意味着 中越跨境铁路 按下了加速键 也不要以为 越南占了什么便宜 虽说越南要求帮建三条铁路并转让技术 但是中方应对很有智慧 所建铁路必须是标准轨 才有可能帮他们建铁路 而且是北部先行 已经给出时间表 一个相当完整的计划 一旦实现整个越南的铁路交通网络将完全建成 而且水平上升至少一个档次了 对于经济发展将相当有利了 越南的铁路历史决定了合作 并不容易越南境内的大部分铁路为法国殖民时期留下 后来新建的比例并不高 还同时采用了几种不同的铁路轨距 主要是法国的米轨 也有标准轨 中国早已经实现标准轨 也就是1435毫米的轨距 为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标准 中越之间的铁路连接历史超过百年 但是因越南采用窄轨 中越轨距不同 造成中越之间的旅客和货物过境时都趋利用缓程站进行缓程 这是一个影响交付的大问题 一定要把越南铁路轨距调整为标准轨 未来越南的标准轨改建其铁路将推动双边贸易更为顺畅 这是一个底线 否则越南不知又想搞点什么事情 如果让西方来修建铁路 那么就不单纯只是一个投资问题 往往要衍生出其他的事情 附加条件绝对少不了 如果能够修通中越铁路 将会极大的改善越南经济情况 不管怎么算 越南经济受我们的影响一直不小 当年我们没少援助越南 连越南的迷鬼铁路也曾经有我们山西 云南等地八下的迷鬼援助的 如今越南经济想要与我们的经济脱钩 只能让自己陷入崩溃的局面 越南要统一轨距采用国际标准轨 与我们一样的标准 实现中越互通 先把越南北部的经济推起来 提高北部的经济话语权 对稳定越南经济局面很重要 这一点越南其实可以从中老铁路的修建 和后续发展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仅仅一条铁路就极大的带动了老挝的旅游和进出口贸易 所以要想复 先修路是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 中越是邻国 必须合作发展 对抗没有任何好处 越南想在大国竞争中捞取好处 完全就是妄想 越南的首要敌人 为美国扶制的越南反对势力 在美国有相当的影响力 对于越南想投靠美国无异于鱼虎谋皮 在类似于2023年时 南越残余势力从美国本土来到越南搞事情 越南以为这只是个立马 如果继续投靠美国 这类事情少不了 越南不是西方阵营成员 越南还是不要妄想过多的西方支持了 中越之间的铁路如果能够进一步加速互联互通 会极大促进双方经济发展 我们也愿意与越南友好相处 本来就没什么大的争端 更没什么血球可言 在许多领域不合作才是问题 帮助越南修铁路并非只是一键投资 战略上的影响也不小 主要是打通中南半岛之差关键一步 把标准规铁路修到越南 经过越南就可以与中南半岛相连 通过越南盘和中南半岛的铁路运输网络 不仅可以改善海运币过马六甲的问题 还可以加速利用周边区域路上经济的发展 中国愿意与越南一起推进跨境铁路建设 除了发展双边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外 还有这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越合作修建跨境铁路可以增加 双方在交通基建领域的互相了解 归日后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基础 特别是在越南曾希望日本帮助建造的南北高铁项目上 一旦建成 将大幅缩短越南南北铁路运输时间 加强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南部的经贸联系 同时中国可以考虑以这条铁路为基础 修建从越南到柬埔寨等邻国的新铁路 最终打通泛亚铁路东线 这将丰富从中国西南边陲地区出发 直达穆加拉湾沿岸与新加坡的铁路运输线 强化与所有中南半岛国家的联系 中越在铁路连通领域的合作 有利于妥善处理中越关系的分歧点 同时推进长远战略落地 此次中越联合声明提到越南铁路与中国统一标准 释放出越南进一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中越经济联系的积极信号 除了铁路之外 此次越南国事访问也取得了其他丰硕成果 意味着中越两国战略互信升级 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